另外看到帮助心智障碍者日常营养所需 并支持花莲在地小农 台湾新光商业银行任养盗宝地幸福农一亩地 将田地采收的500公斤百米 18日上午是捐赠给花莲的黎明教养院 期盼善尽社会责任 那么也抛砖引玉呼吁更多的企业加入爱心行列 为了帮助心智障碍者所需的日常营养 并支持花莲在地小农 台湾新光商业银行任养花莲在地小农 盗宝地幸福农一亩地 将田地采收的500公斤百米 捐赠至花莲黎明教养院 18日上午由银行业务服务部经理周志杰 与花莲分行协理吴俊宏代表捐赠 我们新光银行花莲分行 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 我们就所有的员工跟员券 一起参与盗宝地幸福农的一个稻米的一个收割 那收割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在这边 那我们总共今天捐赠的500斤 那也就是有20包的一个白米 那捐赠给黎明教养院 希望说所有的院生都能够感受到 他们并不孤单 社会上是有很多人默默在协助他们 支持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新光银行也一直秉持着社会责任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捐赠仪式 抛砖淫域 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响应 跟我们新光银行一样 付出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今天非常感谢新光银行跟盗宝地幸福米合作 将最好的米送到黎明教养院来 然后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有美好的餐饭可以享用 那这样的一个善的循环 正的循环非常的感念 也感谢再次谢谢新光集团 新光银行在这样一个善举上 想到黎明教养院也期待更多的祝福能够到来 他支持土地又支持了农市 而他买了这些米呢 又给需要的这些社福机构 所以对他自己而言 他的同仁员工也来参与 能够知道说整个气候变迁 环境的变化 这些粮食来之不易 同时又能够有一个社会的 就是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新光银行致力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去年推出幸福一亩田专案 与花莲在地推广自然农法 到保地幸福农合作 任养一亩田地 去年11月带领同仁和眷属到田地采收体验 结盼透过支持自然农法爱护土地 也支持黎明教养院新制障碍服务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抛砖引玉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接着长方院华联士报导 接着长方院华联士报导